如果不是被逼着长大 学着事物 好让自己被现实社会所接纳 所有的人都想成为特立独行的超级英雄 遗憾的是 似乎需要遭雷劈一下 天生超能力才能够被激发 那我们这种不想作死的普通人怎么破呢 答案是意外生一场病 超疫症 病人能够准确描述出生之后发生过的 每一件事的每一个细节瞬间 是个再久都能够一字不差的复述 他们的大脑没有修饰美好遗忘负面记忆的能力 因此容易疲劳 目前全球有60名患者 无痛觉 痛感其实是大脑传输给人体的警告信号 所以痛觉确实尤其危险 遍体零伤时零反应 这么罕见的症状 瑞典某个小村庄居然有40位确诊患者 学者症猴群 一般伴随着自闭症出现 患者在艺术数学方面拥有超凡才能 与此同时 他们又是智力缺陷的一群人 阿甘症状里的阿甘就是典型的学者症 无冷感 最典型患者就是荷兰人温母 他能够在冰水混合池里待上两个小时 也能光着身子登上博朗峰 温母认为是自己的刻苦锻炼取得的成效 医生却判定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症状 无孔症 皮肤粘膜 类质蛋白成绩症会导致人失去恐惧 全球仅有300例患者确诊 其中四分之一都在南美大陆 美国科学家曾深入研究过一位患者 鬼屋 毒蜘蛛 蟒蛇 嗓截犯 都无法让他感到一点害怕 吸血鬼症 患者长出尖尖的凸起疗牙 体重暴瘦 眼眶滑黑 头发掉光 最危险的是 由于汗腺缺湿 体温会失调 因此必须远离太阳和高温环境 食人综合症 和遗传基因有关 且终身持续发病 身体软组织和肌肉逐渐骨化 人体变成石雕 ACVRE基因突变是罪魁祸首 发病率为200万分之一 目前未找到有效的治疗手段 狼人综合症 雷神旺盛毛发 撩动无数少女心 但如果得了多毛症 就彻底和性感绝缘了 全身包括面部都被毛发覆盖 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只 能够直立行走的大猩猩 外国口音综合症 学外语有多难 这种病就有多神奇 从没去过法国 却能够说出一口流利的法语 别羡慕 他有可能是头部受重伤 或者是中风后遗症 你的身边有比这个 还不可思议的病症患者吗 欢迎留言分享 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 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 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灵福法事 道长微信 2088-298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